2020总统大选结果正式出炉 由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高票当选 截至周日下午为止 一累计超过60个国家组织 对台湾表达祝贺 其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开票当晚就发出声明 表示台湾再次彰显了 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力量 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 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美国国务卿 直接给台湾总统当选人发贺电 另外白宫国安会 还有英国 日本 澳洲等国家的外交部 都纷纷在各自国家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 祝贺蔡英文连任 并称赞台湾的自由民主 美加 英法 与欧洲议会等国会有台议员 也胜赞台湾的民主选举 英国国会有台小组声明甚至写道 尽管处于一个民主价值时而遭到压制的地区 但台湾再次展现身为地区灯塔的成熟民主 统计下来 目前已有超过60个国家组织向台湾表达恭贺 然而中共外交部周日晚间 向美国 日本 英国等国家严正抗议 直指向蔡英文总统表达祝贺 违反中共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过目前没有国家针对中共的批评 再给予回应 新唐人养害电视这里报导 台湾 台湾 台湾